好 來看到去配眼鏡 居然差一點失明了 這是發生在去年的這個九月八號 有一位呂小姐 她到台中的一家這個眼鏡行 來配眼鏡 在驗光之前 她先取下她的隱形眼鏡 然後就放在店家所提供的 廚房的盒子裡頭 那麼驗光之後 她先戴上右眼的隱形眼鏡 結果她感到一陣劇烈的刺痛 還痛著她不斷的大叫 送醫之後才發現 原來是這個眼鏡行 不小心把這個工業用的酒精 當成是使鹽水 放到這個廚房盒裡頭 來放 讓她放這隱形眼鏡 所以才會導致她的右眼 有化學性的灼傷 視力只剩下零點零四 這近乎是失明了 那麼事後這個呂小姐 她一度控告業者過失重傷害 後來我們看到這個保險公司 賠償她一百萬元 加上這個業者付了十萬的醫療費 還包了五萬的紅包 最後就是以一百一十五萬 來達成和解 不過呢 我們待會看到這一些賠償 也晚不回她的視力 呂小姐她說 她現在只能夠靠一隻眼睛 來看東西 看東西也沒有立體感 像是她倒醬油 倒到碟子裡面也會倒不准 摘下隱形眼鏡放進儲存盒裡 裡面的液體正常應該是裝生理食鹽水 但台中一間眼鏡行 提供客人放隱形眼鏡的 儲放隔離 卻是勿將75%濃度的工業用酒精 倒進盒子裡 一名不知情的呂小姐 將隱形眼鏡放進去 驗光結束後戴上右眼 立刻感覺到劇烈刺痛 緊急送醫 醫生診斷右眼化學性灼傷 角膜破皮 最佳矯正視力剩零點零四 當時眼鏡行道歉說 當時是員工將生理食鹽水的空罐裡 裝上酒精 有貼標示著名 但可能是用久了 字體糊掉才被誤用 已經以115萬元和對方達成和解 對方也撤銷告訴 但呂小姐的右眼視力 大大受到影響 醫生表示眼睛接觸到酒精濃度越高就越痛 當下就要趕快送醫 並且用大量的生理食鹽水沖洗 降低酒精在眼球上殘留 裝食鹽水 這是食鹽水的瓶子 那用完就丟掉了 本身是屬於泡氣室的東西 那酒精當然有另外裝酒精的瓶子 其他的眼鏡行業者強調 店裡放的酒精大多是清潔鏡片 或是消毒環境 一定要用專用的瓶子裝 不會混裝 用完的生理食鹽水空罐也一定會丟掉 就是要避免混淆液體 發生勿用在眼睛上的風險 華視新聞首輪紅蓮輝羅帶章 台中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